从今年元旦开始 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 酿市集 转席迁移到园区的第七栋室内 为了丰富花莲园区的市集内容 委托进驻的台湾生活美学基金会 以花创聚与聚 搭配在地好物的方式 在周末两天举办了 花创聚市集的体验活动 期盼一加一能够大于二的加成效益 为园区注入更多的活力 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 产权单位文化部 历经三年多时间 持续调整活化营运方向 在去年7月起 委托财团法人台湾生活美学基金会进驻 其中其成文创股份有限公司 进驻营运第三至第九栋 而2013年开办的花莲手作 公益常态市集量市集 十周年的今年元旦起 转型搬迁到园区第七栋 为了丰富园区 台湾生活美学基金会 以在地好物为题 配合花创巨巨系列活动 在11 12日周末两天 举办快闪市集花创巨市集 邀集在地手公益选品 咖啡与青石甜点 等15个特色品牌 还有胖卡餐车 期盼结合室内和室外两个市集 一加一大于二 为园区假日注入更多活力 两天的花创巨市集 也推出两场体验活动 周六11日在园区第11栋 邀请纸飞机达人 带来苏老师纸飞机 无动力飞行教学体验 超过50位家长带着小朋友 一起探讨日常生活 纸飞机的飞行技术秘诀 另外为延续春节 红鼻子马戏团热闹氛围 12日则将邀请魔术师 带来赋予和魔术表演 另外科技艺术互动剧场 移动故事屋神奇动物研究所 也在周末进行 此盘邀请更多民众 开心相聚同游花创 记者长帮演华林士报导